在淡水區中山北路一百八十六項的道路旁土地 卻是堆滿雜亂的廢棄物 里長說這塊土地是屬於私人土地 但是旁邊緊鄰著公寓住宅 這些廢棄物所形成的髒亂 已經造成居民的困擾 在淡水區中山北路一百八十六項旁邊 過去里長爭取將瓶頸道路打通拓寬 現在已經成為一條相當好行走的道路 但是道路旁邊的土地 卻是堆滿雜亂的廢棄物 里長說這塊土地是屬於私人土地 但是旁邊緊鄰著公寓住宅 常常這些廢棄物所形成的髒亂 已經造成居民的困擾 這個地方也很久了 那尤其之前都會有一些民眾在種菜 那民眾就也把它荒廢了 那也到時候也要行文給地主 請他們自己來維護一下 尤其這個地方真的也都很亂 都草啊什麼什麼 然後也很容易滋生蚊蟲 里長說這塊土地雖然不是很大 過去都會有民眾在這片土地上面 種菜雖然是建地 但是長期地主不使用 提供給民眾種菜 但有的部分 卻被堆滿了許多垃圾 影響到附近的環境衛生 里長說 未來將會請環保局聯絡地主 將這一處的髒亂點進行整理乾淨 現場還有許多的垃圾 安全帽 廢棄輪胎 甚至還有廢棄的鐵籠 容易滋生蚊蟲 影響環境衛生 里長也指出地主有責任 要清理土地上的廢棄物 不得影響周邊環境 否則環保局也可以開拔 也希望可以盡快地清理環境 還給附近居民一個乾淨的場所 記者許多一 在全聚采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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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